你還難怕愛綠 顏色難能代表情侶 歡厚的嗓音好熟悉的歌聲 仔細聽政治意味很濃厚 這難道是哪位候選員最新MV嗎 鬼才導演劉家昌親自作詞補曲 創作新歌《不色盲》 諷刺藍綠政客 還向國民黨打折台灣加油競選口號 920前藍綠沒有人說選中華民國總統 只要自己撩下去 選舉都是台灣加油 我沒有聽到一句中華民國的誓言 2012年不是選中華民國總統嗎 如果他們都選台灣總統的話 中華民國總統我來選啊 8月底參加新黨黨慶 劉家昌就揚言藍綠不提 ROC就要選到底 訴求沒人搭理 現在施壓力道更強了 只是沒政黨奧元 劉家昌要怎樣得到超過26萬張連署 正式成為候選人 難度刻不小 就選李嘉昌台北綜合報導 看來世主人嘛 如果你們繼續堅持用台灣總統 就有第五組劉家昌 用中華民國總統參選的身份參選 導致我比較質疑是 我記得劉家昌在中國大陸上 中華民國送的時候 突然改成中華民族送 這個你應該選中華民族總統 這樣更更更無實際 不然就說那麼大 中華民族最大 我請教我簡單帶一下 當然你可以談一下 第五組潛力人選這個劉家昌 我帶一下 請講因為兩位都是參選者 首屬於副首 市民德當然四點就是 等於是第三勢力 沒有啦 張小雄當然還是有可能啦 王文洋不知道欸 絕對不是欸 我昨天特別打電話給 王文洋的 洪洪知己李安寧小姐 他說 叫直接問王文洋 請你打電話進來告訴我 教育界你姓 想半天 不知道是不是張小峰教授 有可能 當然我們春醫啦 好 跟玉升跟建然有關的 我很快帶一下 劉恩雄對上呂毅霖 這個平鎮 何吉勝 吳毅森 毅森皮都開始丟 很丟臉 皮丟得下來了 黃珊珊 蔡正妍 李瑤 賴士寶 黎建然 黃昭順 好 還有無黨吉刀 很多人顯然不方便掛政黨 所以有吳俊麗 對勞慶齡 張更輝 基隆對謝國良 蘇金黃對張家俊 鄭永金對徐欣 陳雪森 他弟在總統上班嘛 會計長 曹爾忠 所以天能交戰 顯然的 親民黨也罷 無黨吉也罷 對泛藍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我不要說分裂 但是很大挑戰 醫生怎麼看 這本來就是 對泛藍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對國民黨要對我們代表 國民黨參選的現任的立委 是更大的挑戰 不過我從剛剛洪文那個話轉過來 就是我贊成洪文那個觀點 如果世民德先參選的話 第一個衝擊點是 對宋楚瑜先生的連署票 我認為是連署票 因為宋楚瑜先生 他現在連署點 譬如說我的選區 林口為例的話 他過去的點有些讓他擺 有些不讓他擺 可是一般他沒有辦法對外 外面的一般民眾不知道 可是四海遊龍這個點 飲食男女都會知道 所以他很容易被看到 所以於是就有些人就 反正來吃個東西 就順便給你連署了 再來第二個就是說 他如果是對雙英都不滿的人 如果只有宋先生參選 他只連署宋先生 現在因為有施明德先生 而且施明德先生 他參選的強度 我的感覺以到今天為止 他強過宋楚瑜先生 而且好像他動作會 快過宋楚瑜先生的話 那基本上的話 他們兩個第一波的競爭 不再跟雙英競爭 是施跟宋兩人競爭連署的票 那我認為會產生 不瓜分的效果 那大部分的人 可能都不會去連署 或者我們再到一個 最陰謀論來講 我記得民進黨準備要去 牧民人要去連署 那現在施明德出來之後 那些民進黨人 就要去策略討論 我要去幫誰連署 用身份證 對 而且他要出現身份證 而且各位都知道 依中選會的規定 我如果譬如說 我是一個民進黨 我同時連署兩個人的話 中選會一定查得出來 因為他一定會對得出來 對對 像當年宋楚瑜先生 今天送100多萬 結果最後有消失94萬多 對 所以基本上 這個道理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認為第一波的競爭點 不再跟雙英 是反而跟宋楚瑜先生 這個部分 所以他會產生一些 蠕動的效果 第二個就是說 今天這個局勢這樣的發展 我不知道宋楚瑜先生 最後一定會不會選 我也不知道 市民德先生會不會再選 但是我整個一起談好了 就是說總統大選 剛剛那個施誠講說 從三國變成戰國 可是還少三個 因為戰國是七雄 不是四雄 所以你還可以找三個人 而且黃岳俊現在不要來了 我當時開玩笑 我的意思說包含立委的選局 我個人認為這個局勢 會被迫形成這樣 形勢必然分裂 泛藍的選舉辦必然分裂 可是實質保證棄保 包含李老大 李大哥 他現在代表親民黨來參選 他剛剛也談說 有可能會棄保 有可能第三勢力會棄保 所以各位年底整個 對台灣的政治最大的動盪就是說 形勢上的分裂 可是實質上選民一定棄保 而且這個棄保 沒有辦法是誰來操控 國民黨沒有辦法操控大家說 棄親保國 親民黨我看也沒有能力操作 說棄國保親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棄保會變成自然的蠕動 會形成一個 台灣最大的一個動能 尤其在泛藍的酒精當中 俞生 我問實際啦 不要談太抽象 你對何宇盛怎麼辦 你棄保還怎麼樣 你一定要 很少人敢講我 我直接問你 你對何宇盛 你試試看 還是擔憂 大家來收 你怎麼辦 我最早就在我們這個節目 7月28號 禮拜四的笑我就講 我說親民黨如果有人就來選 我願意跟他做民調 我輸 我支持他 他輸 他支持我 用民調 對… 那如果對方不願意呢 當然他現在如果出來 可能也不願意 那不願意沒有關係 大家公平競爭 反正基本上 我早就從7月28號 我就做好最壞的打算 就是親民黨可能會有朋友出來 但是我們絕對不重演 2000年連送的對立 兩邊陣營互幹到底 我們絕對不要這樣 因為本來泛南 本來國親 理念上都是一致的 今天是某些對個別的 國家領導人的看法 譬如說國民黨的支持馬英九 親民黨的朋友支持宋楚瑜 那這一點我們尊重 你的意思 跟何醫生有人要退 不是要退 我說這個其餘情況之下 如果他出來選 他也不會退嘛 那我也不可能說逼人家退嘛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就是 尊重選民最後最理性的選擇 就是選民會支持做事認真的人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好 我們尊重醫生 我也想請教建南 我想這個黃昭勝 其實今天狀況跟醫生一樣 因為本來是可以 專心對付這個民進黨 現在突然半路跑出陳咬金 這總是選舉複雜化了 其實醫生的問題跟 昭勝問題是一樣 我要請教建南 聽聽你的觀點 馬上回來